这回再试试 等会儿这回你听 喂喂喂 只见他 头戴的六棱卵罗帽 帽边周围绣飞龙 有声音吗 你再试试这样 就得调着弄 这回啊 注意了 只见他 头戴六棱卵罗帽 这个帽边周围绣飞龙 差不多就是有变化 没有什么变化 他怎么 就不你拔了这个和腔上这个 声出来没有什么太大 我剪说明书去吧 还是咱自己听的时候 你带着有机会 不对 肯定还是 我这样是 只见他 你离得近点肯定没什么 但是你会玩吗 玩吗 这个 不行 不是不会用 喂喂喂 只见 不行 这样嫌我头戴少 只见他 头戴着六棱卵罗帽 别扒呀 扒了 只见他 扒了没印了 那肯定啊 一样 你看 你现在扒着呢 只见他 头戴着六棱卵罗帽 跟着帽边周围绣飞龙 一样 我们又是转头 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里晕片 再试试 这帽子 喂喂喂 我还是捡说明书去吧 这有没有调 不用调 他这一个是耳机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耳机 一个是肯定会有用 就是咱不会玩现在 是不是还有什么机关 我要把说明书捡来 你看得懂吗 这是C口 这是C口 我们有那个苹果那口 不是 我把说明书捡来 你看得懂 你等会儿 就在厨房那个巷子里呢 你得饭去 我看一看 我还没 今儿不说书了 然后我明天说书 明天中午 12点或者12点半说书 太难了 他们帅哥又来了 帅哥别藏着呢 一对比就显着我精神 那是 没听说过 哎呀喂 奇怪 确实不会玩这个 说明我该拽啊 不应该 我对我自己太自信了 不是 我就对我 老吴说查尔记没用 我研究研究啊 不应该吹着响吗 老吴捡破烂了 有点回声 记得关一下回响 我都不知道回响在哪 这应该是你在那个 电脑上去录东西的时候用的 就是你往电脑里 录书什么的时候用的 你诗 嗡嗡的那种 不是你直播的时候用的 他这个话 明白了吗 他这个话 不是那比如说 我要是自己录印 对 不是电手机用的 我要自己录印 是不是会很帅气 对你要录在电脑上 我要拿手机录印的 那不撑了 你废得走电脑 因为他要下一软件 对 他是走电脑的 他是在电脑端录的 对 电脑说要下软件了 干嘛哎 不用想 但是不用想直接能连 你会吗 这不写着呢吗 这还能够会吗 那我怎么录印 就是之前那根录书似的 自己录一块书似的 我哪 就你录着录到电脑上 电脑端 然后你能往哪 这是录有说小说用的 对对对 类似于这个 那没事 那在这放着 显着咱有 哎 这不是漏出了呀 没事 显着咱有 显着咱有 哎 举着 去你的 显着咱有 你知道吗 这就行 你管有没有 咱有 你知道吗 就冲这 我也得录点静长的录印了 显着咱有 哎 以后就这么说书 我多累啊 哈哈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怕累 那我觉得这也挺好 有范 多信仙 可不留着吗 您这有点玩笑了 那我 我还得录静长的 这边录 那个 他电脑上 电脑叉叉 这两边一挡就 太复杂了 算了吧 犯不上 嗯 这么回事 还是无得明白 七天我不退换 七天我不退换 哈哈 以为我还有用呢 我 回来静长 我录树的时候用 不退货 自己有用 静长录树是用 气死我了 还真难 明天啊 明天咱们 十二点 或者十二点半 这点行吧 姐妹们 这点行吗 这点可以吧 东边东亮 西边亮 怎么还不行呢 你看人都说行 按地说行 行 那就行 少数服从 堕素 行 行 少数服从 堕素啊 不行 你问问清凤行不行 清凤得给我录屏 回北京了 安格里格龙 格里格龙 格龙 正格龙 哎 安别可以录 行 好吗 五点半 我天 别五点半 五点半就退完了 我这玩意 夜里 三点 出来直播 说书 还有人听吗 下午 下午能有人吗 咱就说下午 咱就下午 两点 一点多 一两点那会 你们都不上班吗 我也不能演出前 说呀 六点有人吗 六点星了吧 姐妹们 六点星吗 晚上六点 我六点吧 晚上六点星不行 咱不中午了 咱六点 行吧 哎 行 六点 你看看 多替你们着想 好嘞 替你们着想 小空气走起来 六点啊 六点可以 六点行 六点 六点可以 好嘞 六点 今儿晚上六点啊 哎 六点 吃麻烦 别吃饭了 听说 净身食良 就是 六点啊 不行不行 扫素 服从 多多多素 案底 你不能 谢谢豆子姐 案底 你不能 五点半 吃饭吗 好 豆子姐 你不上榜吗 明天 六点可不可以 我们是几点演出 天津是七点半 要不就六点半到七点半行吗 六点半行吗 姐妹们 六点半可以了吧 这已经到我基线了 六点 不可以不行 反正不是六点 反正不是六点就六点半 这点我估计就抖下半了 啊 这个吃饭的呢 可以等我说完了再吃 对吧 最晚七点半 我不也说完了吗 你随便吧 暗地你是放 你是放弃了吗 咱们大概其定个点啊 是五点半还是六点 咱就这俩点选一个吧 五点半和六点 或者五点半开 然后聊聊聊 看着差不多 然后咱就六点开数 行吧 五点半 别六点半了 六点半太晚了 有点 一人难称 不我人信 清风不五点下半吗 你们研究好了 行吧 以为伪骂不玩上 我不想玩上 别失点 如果明天我要是五点半说呢 说到七点半 哎 我就 不是啊 我不是不管你们的 我得管你们的 然后这等于就说完了 我就去演出 演出 如果说 哎 状态允许的话呢 我就回来 下场还能再说一场 对吧 以为今天我不没说吗 那咱就五点半吧 啊 定了 五点半 明天 明天五点半 说一个 我 我不开心呢 谢谢 谢谢 五点半没下半呢 那就没办法了 啊 五点半 可以 可以录屏 发微博吗 我自己录不了啊 我自己别录屏啊 谢谢 谢静心 我说得得有人听啊 你们得听我才开心呢 对吧 我又不是自己经常录印 你们得听才行啊 我这又不是自娱自乐呀 不会 五点 五点半的上来聊会儿 六点说 说到七点 七点半的 然后就再歇会儿 八点就演出去 演出回来 如果状态好的话 我就还能说 等于明天 如果状态好 我就能说俩 对吧 所以我说明天演出之前 我先 说一句噩梦 因为周日应该就播不了了 还是无数闹东京 我再说无数闹东京 就得等出差了 周日就说不了了 只能是周五和周六了 现在不知道呢 都永远不无量 气变量 时夜 时夜怎么不在一步 无数闹东京 无数闹东京 不是鬼故事 别鬼故事 好 那么大 无数闹东京 怎么摆鬼故事 那咱就明天啊 五点 五点半的 好嘛 凌晨三点 憋着 我还在睡觉呢 谢谢 我主要最近 没怎么变鬼故事 不睡不行啊 好嘛 谈谈你怎么还不睡 也见点 都是夜帽子呀 谢谢 好嘛 凌晨三点 打板 绝会来找我 有没有点难 我开心了 竟给我储家 送足矣 睡去吧 拜拜 我再聊会儿 我也就吓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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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谈谈 快点睡 明天还上班 我一会儿就下来睡了 睡得着 晚上还有那个泡的水呢 谢谢谈谈 没有 就是没说 明天 明天五点多再说 月亮不睡 代表月亮 小灭你们 真的 谢谢暗地 陈桥兵变 北宋兴 南唐 北宋 起战争 赵匡印兵 发售周地 好玩的事 刚才就上演了 我们再研究这个 麦克风怎么用 大伙要有鬼故事的素材 就给我发过来 要是我回来看完了 有好 我就改给 就能用 因为我们没时间找素材去 人家转门讲鬼故事的 人都有素材 后来我听人说 都是 都是网友给发的 所以要有的话 大伙就给我发过来 撩寨就别给我发了 好 给我发个撩寨 我受得了吗 鬼故事 民间的呀 或者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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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呀 什么的 就给我发过来 然后我改改就能说 原来放假讲的那几个都是我自己编的 都是我自己编的 也没垮掉 这个是录音用的 因为戴上耳机听声音特别好听 就是你得自己是经常录音 录完了发网上 这个声音非常好听 但是直播他好像不是 录音会很好听 正好我这还想录经常数自己录着玩呢 正好没设备 我这有一个这个话筒 这就有设备了 准备结束了 今天我没说数 我明天五点多再说 好像只能拿取校找乐 因为这个学校的灵异故事比较多 所以就按取校的那么扁呗 扁的骂故事我怎么忘了 我就记得一水上那 那我还挺满意 还有一个 送鸡蛋还是送板 想不起来了 帽子那怎么可能是真的 那是我 那是我的原创 那是逼人的原创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主劳六是哪个 我都忘了 都是我扁的 都自我瞎扁 花棉袄 花棉袄是什么 我都忘了 扁完就忘 天哪 云字的 什么刚知道 我以为都是真的 不是真的 好吗 要都是真的不就好了吗 我的精力太丰富了 我得感谢老天爷 给我这么好的精力 你好 都是我扁的 洗油保护洞 向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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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忘了 我妈情节来着 我得忘了 我都得回忆自己 先听去 还真想不起来了 我原来还写个稿上的 就大概的情节 说完了 那稿我就愣了 半副板 真想不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故事 好像我印象中 应该是挺好的 哦 我想起来 是井里 是井里有个 那个 女士吗 是那个吧 大概其实 我好像有点印象 但是具体故事 我都忘了 嗯 那是我扁的 你要吗 稿给你 骂稿 就我说的那鬼故事 我说的鬼故事 稿我不要 你看我没说过的 大伙有素材 可以发给我 那我要 关键扁的 哎 大伙觉得 就跟震的一样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就不扰民了 嗯 发到抖写死心上就行 然后我就 看有豪子 我就整理一下 我抖冻 抖冻 讲 说术实家 我问 有的时候 没有什么 闲板可撩了 怎么办 讲鬼故事呗 但我又没素材 上吊那个 我也忘了 上吊那是不是 就是板的呀 哎 是灵意 是鬼的就行啊 原来人给我讲完 我都写到 那个 本上 后来我那个本 给丢了 我还存了几个小故事 有一个大约期 我能想起来的啊 嗯 这个是真事 这是我朋友 给我讲的 那朋友 人两口子 那个 男的呢 出去旅游去 去泰国 好像 谢谢男的 去泰国 人家送了他 一个佛牌 就泰国那佛牌 这里边 是 是什么服务 那我就忘了 以为我不懂这个 人家说 这你就天天带着 就能 能保护你吧 就带着呗 他还天天擦擦 就那么带着 有一天呢 出车祸了 这车就撞他一下 但是呢 这车就到他 跟前好像是停住了 还是跟他擦肩而过 我忘了 大概其实就是 那么一情节 他没事 哎呦 他说 命真大 别人就撞上了 他没事 扯从他边 好像是擦肩而过 然后他回家 再看这佛牌 佛牌空了 里边佛像没了 这是真事 就是没法解释 这里边这个 佛爷到底去哪了 就不知道 就好像是这佛爷 保完他以后就走了 这个是真事 别的 别的 我就实在想不起来了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我开始认为这个是 胡说八道 后来问的人 本主人说 是 别的 我没有骂灵异的 我灵异的就是 我不能说过 就哈尔滨那宿舍 姜柄 靠着江湖那宿舍 我进电梯 就感觉 边上有人 就是浑身很冷 我带一个桃木的 再去就没事了 我来搬到旁边 就没事了 这是我经历过的 还有一个 就是那会儿 我养的小狗 晚上那 听了一墙上 有一小点 骂神的点 我忘了 我们那狗 根本就不叫过 小泰迪 那天晚上就冲那点 呃呃疯狂的叫 但是院里 根本也没有车呀 也没有蹬什么的 就不可能 那打一个小点 这狗就不停的叫 一会儿那小点没了 这狗不叫了 问朋友 有人说 可能是 来了一个小阿票 在那带了魂走了 就经历了这么两个 这是我自己经历的 其他的没经历过 我有好多这种故事 你倒给我素材呀 安迪 你贿罗 安迪 送你一碗面吃 玩上厕所 赶上上 打开马桶盖一看 里边渗出来一只手 还有人问你 要纸不要 你是要红颜色的纸 还是要白颜色的纸 你害怕说 要红颜色的纸 恐怕就危险了 所以一定要说 用白颜色的纸 尤其半夜 一个人住的时候 上厕所 人还忍不住 当你掀开马桶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水里 并不是自己的影子 是一个你既熟悉 有陌生的影子 恐怕 你的家里 就会来了阿飘 那个影子 也就是传说的 如果你 如果你已经坐在了马桶上 忽然发现没有了纸 在周围 在周围就会传出一个声音 没有纸 你是想用白颜色的纸 还是想用红颜色的纸 在大学寻室 在大学寝室里 有一个人 晚上 他尿急要上厕所 这个人 叫乌肖泽 他蹲在了马桶上 忽然发现自己没有纸 这可怎么办 正在发愁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声音问他 老吴 你是用红颜色的纸 还是用白颜色的纸 老吴就说了一句 我要红颜色的纸 旁边伸出来一只手 递给了他一张白颜色的纸 眨眼之间这张纸 变成了鲜红的颜色 原来乌肖泽的痴疮 犯了 乌肖泽晚上从自习室 走到了寝室 路过小园里的小湖 夏天 忽然刮起了一阵冷风 虽然说刮起了冷风 但是树梢并没有晃动 老吴就感觉有一个人 在自己脖子上 吹着凉风 他非常害怕 快速的奔跑 跑回了寝室 可是他一进寝室大厅的时候 往门房里看了一眼 门卫居然没有在 这个世间门卫不应该不在 他戴着隐形眼镜 要把它摘下来 可是宿舍里没有镜子 要到水房去摘眼镜 老吴一个人走到了水房 他就觉得今天的楼道 比往常安静了许多 好像寝室 男生宿舍楼 只有他自己 老吴来到了水房 拧开了水龙头 忽然发现滴出来的水 居然是红颜色的 他揉了揉眼睛一看 原来是自己眼花了 他把隐形盖打开 摘下了隐形眼镜 忽然发现没有戴 隐形眼镜的水 这可怎么办呀 隐形眼镜会干了 忽然旁边有一个声音 你是要红颜色的水 还是要白颜色的水 老吴疯狂了 他崩溃了 大声喊道 我要红颜色的水 忽然 他觉得眼睛 非常的痒痒不停的揉 眼前 显红一片 原来 他傻眼了 老吴疾狂 fire 一瘦一拐 捂着屁股 然后又揉揉眼睛 眼前显红一片 一步一个雪角印 终于回到了寝室 他想泡一泡脚 他把脸盆拿了出来 他泡脚为什么要用脸盆呢 当时他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泡完了脚 忽然要剪一剪指甲 剪完指甲 把脚又放到了水里 忽然发现 盆里哪有水啊 好像是一盆鲜血 老屋瞎坏了 啊一声惨叫 原来他把大脚洞 给剪了下来 他杀眼了 痴疮犯了 大脚洞还给搅了下来 大伙尊称他为缺心眼儿 谁让他刚才不好给我弄话筒了 这就是报应 我没说书 我讲了一个鬼误事 明天 明天五点多再说书 安地请你闭嘴 安地晚上不要上厕所 因为会有一个声音 在问你 你吃面吗 你是吃红颜色的面 还是吃白颜色的面 安地说 我吃红颜色的面 一碗辣椒就扣到了面碗里 吴小泽就是因为吃完了 扣碗辣椒的面 所以他的痣状就犯了 有一个声音问他 你是用红颜色的纸 还是用白颜色的纸 吴小泽说 我需要闯刻帖 我忽然发现 我的声音好有磁性 杨广 夏丽和闹鬼那段 我没挺够 啥意思没懂 十爷已经被吓死了 这个时候的石碍东 在地狱里 爬着插满了尖刀的山 他一点一点的爬 一边爬 他一边说 以后如果有来生的话 我再也不会在台上堆立晕天了 这就是报应啊 石爷的身上插满了尖刀 但是地府的刀插到身上 并没有血 可是有一把刀 插到了石爷的身上 这把刀 鲜红一片 原来石爷的痴疮也犯了 阎王爷问石碍东老师 还有谁反痴疮 你把他叫来吧 于是刀山上就出现了石碍东 和吴霄泽的身影 他们两个人爬 爬呀 爬呀 爬了好久 好久 他们两个人终于 在爬刀山的比赛上 得了第一 石碍东和吴霄泽 终于超过了兔子 在KTV看我直播 豪姆 我不去 我在天德 接了十二点 哇 好灵异的时间 李云天在直播 忽然 他抬头看了一下表 始终 到了十二点 十二点的钟声 敲响了 李云天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水 他莫名的感觉 身上一阵的发冷 这个时候 屋里只有他自己 忽然 外边有人敲门 敲门的声音 非常的急促 啪啪啪 大大大 李云天站了起来 这个天 谁会敲门 可是敲门的声音 不断 钟声又响了起来 竟然连自己的手机 也响了起来 李云天 李云天真的好害怕 忽然把门开开了 外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你的外卖到了 李云天接过了外卖 可是外卖小哥 已经走到了电梯口 他在等着电梯 李云天下意识地跟了出来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跟着去看一看 外卖小哥的身影 这个时候电梯 到了 电梯上显示 十楼 电梯的门 缓缓地开了 电梯里出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 穿着长长的裤子 居然把脚都给盖住了 走在路上 就好像没有脚一样 李云天吓呆了 顺着他们的裤腿 往下流血 原来石埃东跟吴潇泽的痴疮 又犯了 外卖小哥走进了电梯 回过头来 诡异地笑了笑 李云天惊呆了 这个笑容 似曾相识 电梯的门 缓缓地关上了 电梯上面的数字 在显示 显示到了 二楼 三 二 一 底下一层 比一 比二 居然到了 比三 李云天吓坏了 居然到了 比三 这可怎么办 他忽然想起来 自己的电动车 电池还没有拿上来 他迅速跑到电梯口 摁下了电梯 电梯缓缓地上来了 电梯门开了 电梯里的一幕 巴黎云天吓呆了 那个外卖小哥 居然站在电梯里 他为什么 又上来了 电梯小哥 臭李云天 诡异地一笑 先生 我忘了跟你说一件 重要的事情 请您不要忘了 给我 五星好评 说完 说完 电梯小哥 缓缓地 走出了电梯 李云天说 你不走吗 为什么 又回来了 电梯小哥 你把我的名字说错了 我叫 外卖小哥 你为什么把我说成了电梯小哥 我跟你没完 李云天说没完 你到底想怎么样 电梯小哥伸着双手走了过来 李云天吓坏了 认为他要掐自己 这个小哥微微一笑 别忘了给我五星好评 如果你要不给我五星好评的话 我会说你是一个文盲 另外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请你直播间的朋友小红心走起来 否则不点小红心的话 晚上上厕所会有一个声音问你 你带纸了吗 行了 我准备吓了 不跟你们臭屁 我准备吓了啊 行了 我不在这瞎边了 我准备吓了 明天 明天见 明天 咱们说书 晚安 再见 明天见 拜拜 再见 晚安 明天见 再见 拜拜 祝大家 做一个好梦 梦里会有一个声音问你 你是要红颜色的枕巾 还是要白颜色的枕巾 请大家一定 想好了再回答 晚安 晚安 再见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心床下 会伸出一只手来 小心你们的床下会伸出一只手来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 也许你们是把同勤式的室友踹到了床下 拜拜 再见 明天见 晚安 拜拜 下拉 再见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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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